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6月6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知灰 还有胡玉敬老师 今天胡适三大指数,高开低走 尾盘都是下跌 护质看上去跌的不多 但是是放量下跌 成见量是8300亿 昨天是6000多亿 多了1000多亿 相对了说放量 涨的时候没有量,跌的时候有量 只有600家上涨 4700家带涨 有人统计了一下中小盘股票 微盘股指数是大跌超过6% 人比人气死人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美帝的纳斯达克又创新高 英伟达市值超过3万亿美金 咱们胡适还继续在地板上摩擦 摩擦摩擦 还在地板上不停的探索 前一阵子外资机构都是在唱多胡适的 就包括昨天还有外资机构在唱多胡适 所以你要把这个怪到美帝头上 这个怎么说呢 有这种可能吧 钱增长啊 完成了任务 我很久以前就说了 咱们胡适的任务啊 它是为了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不是让你什么中小散户在里面赌博 就能赚钱的问题 在里面追涨杀跌 在里面狂炒概念 就能赚钱 这个哪个社会啊 都不容赎 首要任务是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前任层长完成的非常漂亮 就在那个情况下 发出去两千多只股票 哪个国家能做得到 前层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高升没毛病 有人统计啊 年初至今两市股票 涨跌幅中位数是负的21% 也就是说两市股票 中位数是跌了21% 跌幅超过40%的股票 659只 跌幅超过30%的股票 1668只 另外啊 腰斩的211只股票中 有696万股东 也就是投资者 86只跌幅超60%的股票 有合计376万股东 大家就知道啊 这个散户投资者 亏损有多重 这都是钱啊 还有人统计啊 目前A股 40岁以上的中老年股民 占比超80% 30岁以下仅占3% 30岁以下的人几乎不炒股 这个从这个 2024年交易户 年龄段分布来看啊 30岁以下的 基本上很少有人炒股 30岁以下没钱炒股 40岁以上的套牢 想翻身 越翻钱越少 6070岁的 是长期炒股啊 借不了古影 炒股是打发无聊时光 因为退休了嘛 比如胡锦老师 就是这种 新的韭菜跟不上 年轻的韭菜没有了 最后一查 也30多岁了 所以说这个胡适成交量 越来越低 没人玩啊 胡锦老师啊 后继无人 今天啊 胡锦老师 小作品写的格外早 为什么呢 叫人逢喜事 精神爽啊 洞房花竹叶 他乡欲固之啊 胡锦老师 在今天这么惨烈的情况下啊 4700只股票 带涨 微盘股 暴跌6%的情况下 胡锦老师 居然 今天是红盘 而且还挣了 973块 胡锦老师 躲过了一刀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 胡锦老师啊 他自己 小作品说啊 今天股市又跌了不少 老胡除一只股票外 其他所有股票 都是绿的 就这一只股票 救了他 他说 当然非常幸运的是 我今天红了的那只股票 居然是暂停的 因而救了老胡的个人盘 我今天反而挣了973块 这个我想啊 今天暂停的股票不多 有可能啊 盘后就有人能分析出 老胡这只暂停股 到底是哪一只 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不看啊 我也搞不清楚 对这个不感兴趣 胡锦老师总结了一下啊 他这一周的前四天 这四个交易日 个人的表现 好如护值表现 从而多小了 于护值的差距 这是最让老胡高兴的 说护值今天 到了3048点 老胡的总亏损失 5.4万 确实是啊 这两天下跌啊 他都躲过了 按理来说 他这个人应该快到7万了 结果他今天 约着股票暂停 力挽宽了 福大夏于江青啊 由于目前市场信心不足 头一天大涨的股票 第二天接着追根的行情 少于第二天下跌的行情 所以我虽然看好 今天那只暂停股票的 长期行情 但为了避险 我今天还是把它全都卖了 做的对不对 要看我的运气了 之前大涨之后 卖掉的股票 有对有错 最近两只 一个卖对了 另一个卖错了 卖错的那只 我很喜欢 也看好他 但是卖了之后 他又涨了三四个百分点 我想等他这几个点 跌下去后 再重买回来 如果等不到 就算错过了 这是散户的特点 特有的操作模式 他不是炒股 他在跟自己较劲 就是说他赌错了这只 他一卖 这股票没有跌 涨了两个点 好 即便他看好这只股票 也不买了 这个逻辑不对的 这个不是炒股票 这是在跟自己较劲 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好这只股票 他现在十块 你认为他涨到十五块 那你卖飞了 多两个点 你还得买回来 那无非你就少赚两个点而已 因为两个点你不买 那不就说明 你不看好这只股票吗 你到底看好还是不看好 所以这个散户 有的时候操作 就是神经病 自己是矛盾的 看好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 它是价值投资 它不是这种追热点 结果就因为 卖飞了两个点 不要了 他也不回来 坚决不上车 拜拜 错过就错过 这个不叫投资 这叫赌气 他说有一只我熟悉的股票 前两天在涨 今天到收盘时 跌了约4% 跌到了我认为 理想可以买回来的位置 但是我下午很忙 最后几分钟 才有时间看盘 卖了那只暂停的股票 有了钱 我又找准 那只想买回来的股票 离收盘还剩大约一分钟时间 我手满脚乱 导致了屏幕死机 重新进入界面 正好到了收盘时间 无法操作 看明天吧 如果那只股票 明天开盘后 继续有低位的机会 我就把它卖回来 这个胡锡进老师 损失重大 本来尾盘抄抄底 抄进去 结果出现了基础故障 导致胡锡进老师操作失败 我觉得这里面 首先是这个券商要负责 券商也给胡锡进老师道歉 我认为券商应该成立个调查组 好好的帮胡锡进老师调查一下 这个责任到底是谁 美帝的巴菲特那个股票 从62万跌到185块 居然有成交的 那谁卖了谁倒霉 谁买的是占便宜了 现在人家美帝 不管是卖的还是买的 都没有责任 买的就算你占便宜了 卖的那个损失 由券商来先行垫付 好像是这样吧 人家这叫负责任 要保护投资者利益 胡锡进老师 他是电脑操作还是手机操作 用在哪个家的软件 我认为要成立个调查组 好好给他查一查 这耽误胡锡进老师赚钱 说不定他今天抄进去 明天暂停 他就解套了 这个事情看上去很小 实际上非常大 胡锡进老师相当于 咱们中国的巴菲特 所以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如果是手机问题 希望手机厂家 要承担责任 关键的时候死机 如果是APP的问题 那那个券商 得主动承担错误 如果是电脑的问题 把电脑厂家 要勇于担责 这就是关键时候掉链子 关键的时候子弹卡壳 炮弹炸弹 你说咋弄 遗误了战机 胡锡进老师最后说 最近股指下错 不断下错 老胡跌得不狠 除了有个股表现突出 救了我 还有一个大原因 是股指基金 目前占了我个人 三分之一以上 他们在这一轮下跌过程中 做了我个人盘的稳定器 这个我一定不太理解 胡锡进老师 如果追求稳定的话 你存银行是最稳定的 存公行 那才叫稳定 根本就不动 你跑到股市 追求稳定 所以胡锡进老师 当前急需要搞明白 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而炒股 要考虑到炒股的价值 到底为什么而炒股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胡锡进老师 应该仔细想一想 你天天这么炒 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对韭菜意味着什么 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每天追涨杀跌 每天为几百块钱波动 在那沾沾自喜 到底为什么而炒 还有类似的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为什么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的价值在哪里 最近经济学家 向松作 他有个视频 我觉得讲的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讨论中国经济规模 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 这个意义并没有那么大 不是像有些人讲的 说中国的经济规模 一旦超过美国 中国就要成为世界领袖 中国就要成为世界老大 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 我也做过这些研究 历史研究 一个国家成为世界领袖 成为世界老大 首先你要定义 什么叫世界领袖 世界老大 第二 你为什么要成为 世界老大 世界领袖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最根本的目的 不是要在世界上 他就显摆什么成为世界老大 世界领袖 而是你的老百姓 你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 都能摆脱贫困 摆脱贫穷 你都能够 老有所养 幼有所教 每个人都能够 教育也好 住房也好 医疗也好 都能够得到最充分的满足 这是你这个国家发展经济 最根本的目的 这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 根本目的 不是什么成为什么 世界老大 成为世界领袖 成为世界老大 成为世界领袖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老百姓关系的是 我们的社保医保 我们的教育 他们也是关系这件事情 我认为一个政府 最根本的责任 幼有所养 老有所医 能不能做到 这个是根本 何况GDP的规模 超过美国也好 成为世界第一也好 并不意味着 你就能够成为世界领袖 世界老大 因为成为世界领袖 成为世界老大 不是单纯的取决于经济规模 它还取决于你这个国家 在很多方面的能力 尤其是我经常强调的 你的最高级的创造 全世界对你是不是尊重 全世界对你这个国家的尊重 不是单单看你的经济规模 不是看你盖了多少大楼 这个当然也重要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讲的 你在人类的最顶级的创造 你的科学思想 你的艺术方面 你能够引领世界 所以我认为 今天中国的注意力 你不要去讨论什么 什么时候超过美国 我们还是踏踏实实的 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踏踏实实的 关心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关心我们普通 工薪阶层的生活 关心我们的低收入 阶层的生活 关心我们每个老百姓 你的医疗 你的教育 你的养老 我非常坦实的说 我非常反感一些经济学者 天天在那里讨论这个话题 我真的非常反感 天天在那里预测 什么哪一年超过美国 你说这个东西干嘛 有什么意义 你要看看中国 还有多少人那么穷 还有多少人养老医保 没有着落 你关心这个问题好不好 一个国家的 所谓的GDP的规模 它与这个国家的 一般老百姓的 收入水平 财富水平 不是直接的关系 所谓的GDP 很多时候并不代表 老百姓的真实收入 你还要看老百姓的收入 老百姓的工资 在这个GDP里面 所占的比例 你还要看这个 GDP增长的这个质量 你这个GDP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GDP里面 可能很多是废物 比如我们修个楼 我们盖了那么多房子 没人住 那也是GDP 我们修拉桥 修拉高速公路 没有车跑 浪费在这也是GDP 这形成老百姓的收入了吗 这没有 所以就算你的GDP的规模 超过美国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第二个更重要的 我们是看人均 即使中国的GDP规模 超过美国 人均和美国差距 还是五六倍吧 今天中国的 普通老百姓的 年收入的水平 也就是美国的 七分之一八分之一 很多地方十分之一 这个差距多大 第三个问题还有什么呢 还有收入分配的问题 收入差距 贫富悬殊的问题 很多朋友说 你别跟我讲什么 人均不人均 我都被人均掉了 很多人有巨油的财富 但是一般老百姓没有 人均看的挺高 极少部分拿走了大头 其他人都很穷 这就是为什么 我很讨厌 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 天洁到底比什么 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 GDP超过美国 我非常厌恶这些人 我这没有什么意义 你们这些经济学者 这些人 你应该把注意力 关心中国老百姓 最切实的问题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根本目的是什么 值得每个人深思 这样的经济学家 也多多益上 昨天晚上 坚果们们继续 发这个问讯函 接到问讯函的这些股票 第二天国家的暴跌 有的就跌停 这是连续跌停 这个引起了很多散户的不满 很多散户不理解 监管部门严监管 实际上是为这个市场好 也是他应有之意 但是呢 监管到这个散户的头上 哎 这个散户持有这只股票 一监管 他不就跌停吗 连续跌停 这散户就不干了 散户天天喊着 要打击这个资本市场乱象 虚假善事 财务造假 欺诈善事 非法减持 等等啊 但是一旦 涉中了 他持有的那个股票 他就不干了 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 自从新村长说要 严监管 要加大退市力度 实际上就预示 有很多散户要买单 但是散户他搞不清楚啊 他在那喊着牛市来了 牛市是要来 但前提是先把这个清掉 这个需要付出代价 这代价就是这些中小投资者 你得付出代价 他们不想付代价 他只想享受这个牛市的成果 要想走牛啊 前提就是把股市要收拾好 这些害群之马 一定要清除资本市场 否则的话 他永远是个毒瘤啊 市场的出清过程 那当然是痛苦的 有人买单啊 比如他现在股价十块 突然被替了 那股价就可能最后变成一块 然后最后退市 你比如说这个万恶的美帝 这个腐朽没落的 美国的资本市场 他在最近15年 IPO善市 5823家 15年 退市多少家呢 4395家 差不多啊 每年300家 所以咱们散户 只看到了这个美帝国 他们的股市在盲目的堆高风险 大家都很羡慕 谁不想推高风险啊 咱们也想把风险推高一点 只看见啊 贼吃肉 没看见贼挨打 美国股市为什么节节攀升呢 就人家把那些害群之马都给清出去了 一年清300家 平均啊 咱们现在才到哪 所以接着还要清 还要清 那散户就要付出代价 你看看美国资本市场 为什么散户少呢 跟他这么清也有关系 因为你散户没有办法把握啊 风险 你只有机构 人家知道哪些股票不能碰 哪些股票 你不能听他宣传 说的再好都不要碰他 散户是非理性的 这散户就是听风就是雨 一听说这个潘东来 给那个荣辉超市调改两个店 他就能暂停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如果我们有牛市的话 一定是要把这些害群之马要清除出去 如果咱们要加大退市力度 应退进退 这5000家里面 恐怕有1000多家真的要退掉 完了之后 每年都有几百家的退市 实际上伴随着这个退市过程 散户也就不见了 所以说加大退市力度 我认为啊 如果真的要加大退市力度 那现在散户应该越早退出市场越好 你不要被别人清出去的 主动自己退出 否则的话 你是买了哪只股票 那股票退市了 把你清掉了 所以退市风暴 那是必然 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关系 逻辑关系 如果不加钱退市 那这个股市就没有牛市 但有人就说了 那你退市之前 必须要配套赔偿和追责制度 实际上这个没有用啊 我在前几期都说过了 赔偿追责 你追到许老板头上 许老板在登缝纳机 他说等我出去 我赔给你 他有钱吗 没法赔 有很多大股东 把钱润到国外去了 有很多这个大股东 他本身就是资产都是负的 一屁股债 不在乎多你这一个 如果你指着国家赔偿 凭什么 凭什么要张伟伟老师替你赔 所以说这个散户啊 你依法索赔 你最后是赢了法律 赢了官司 这个赔偿 肯把遥遥无期 所以一定要看到风险 这个风险 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啊 这小盘股啊 微盘股一路暴跌的原因 因为就是大家都拿脚投票 因为这些公司 很有可能 是在这个游走的 这个违法犯罪的边缘 所以我们监管部门 千万不能因为 要保护那些 惊弓之鸟 保护那些所谓的中小投资者 然后纵容这些害群之马 网看一面 不让他退市了 这样会前功尽弃 中小投资者 如果还想在资本市场玩的话 投资的话 你就远离这些股票 不要赌博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